有话朋友们说 风流成性外加沾染毒瘾 倾家荡产被上门催债打得投过血流 八十年代欠下一千六百万元的谢贤聪一带 天骄跌落到了被债主绑架的地步 是谁让他金盆洗手 又是谁让他重新有资本立足于香港演艺圈 前不久的香港毒王和洪汕的葬礼上 为何会有他的身影 霍遍全国的行政悬一剧法证先锋挨卫中他的出现 让这位销声匿迹了几年的谢霆锋之父 重新回归到了大众的视线 谢贤总是戴着的墨镜底下隐藏了一波三折的故事 直到今天再度讲述依旧足够跌宕起伏 1980年家境极其富有的众名港星谢贤 为了在所饰演的电视剧《千王之王》中找到良好 感觉亲自进入赌场想体验一把现实做四哥的感觉 各曾料想移入赌场深似海 谢贤深陷漩涡中几乎输掉了自己的全部家当 而44岁的谢贤一年前才刚刚迎娶了小他15岁的东方悬美会冠军迪波拉 正是这个决定 让谢贤能够在仇家的手下捡回一条小命 迪波拉是谁 他可以在当时独自海上1600万余万吗 即使是入围香港一线女星 迪波拉也不可能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 既然欠的是赌债 能够救谢贤一命的也就只有赌王何鸿燊了 但大家都知道 包然偿还战物就像泼水一样有去无回 迪波拉又是有着何等的魔力 才能够让何鸿燊心甘情愿地为交情不慎的谢贤慷慨解囊 当时的谢贤想要入戏四哥这个角色 于是和千王之王一样 带上了一大包钞票飞往了澳门 想找点灵感 结果就在别人想着如何利用投资钱生钱的时候 谢贤在赌桌上一把接着一把的不断把钱往外送 越赌越上头的谢贤在14K的厂子里欠下了巨额赌债 七八十年代的14K是香港最大的三合会组织 势力笼罩粤港澳 当谢贤发现事情不对赶忙回家的时候 14K的喽啰已经在追拿他的路上了 到了家的谢贤整日茶饭不思愁眉苦脸 对财饮酒回家没多久的迪波拉都没有一点兴趣 就邓光荣知道谢贤摊上大事了 挑了个黄道即日登门拜访 这一拜访倒不要紧 相聚盛欢的几人茶喝到一半 14K的人开着机车呼吓而来 不由分说拿起石头就开始往谢贤的家里砸 窗户碎了门也坏了 谢贤吓得是唯唯诺诺不敢出大气 但邓光荣可不是好惹的 这位因着望角卡门被评为 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帅气小生 还是香港联工乐社团的二把手 虽然14K实力鼎盛 但强龙不压地头蛇 邓光荣凭着自己的话 是全挥手打发了这帮小弟 但是最强三合会怎么可能会在一桩小小的催债生意上失了颜面 谢贤即便万般小心还是被14K的马仔盯上 莫过几周谢贤前脚刚出门 马仔们后脚就将他五花大榜地带回了澳门总部 打算好好跟他唠唠嗑 谢贤这一下是彻底没辙了 只能赶紧认怂第三下司地给娇妻迪波拉打电话求他帮忙 迪波拉也没有什么人卖 能开口抗下一千多万的赌债 只能向老大哥邓光荣再次发去求助信 邓光荣远水救不了近货 而且职位也够不上跟14K高层的人去谈 火急火燎赶到澳门的邓光荣拿出手机 拨给了自己的大哥大居哥流龙居 虽然是任达华 曾志伟等诸多大佬的拜门大哥 帮货老和赌王起家的隐士大佬 连功了在14K的面前还是不够看 就算大居哥好话说尽 14K的大佬最终只同意放了人 最多只能宽限半年时间还清赌债 半年怎么可能挣到一千多万 焦头烂烂的谢贤四处走亲戚问兄弟 求爷告奶奶的事情是一点都没少做 此时的谢贤几乎好可能说服大佬 为他干拿水票的事情 日子一天天越逼越近 家里账户上的余额却没有什么显著增长 话说迪波拉也是惨 堂堂70年代香港第一港姐 刚傍上富豪 奢侈的日子还没享受多久就变得倾家荡产 丈夫日日夜也愁眉苦脸不得安宁 做妻子的怎能有个安稳教税 老话说的就是好 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女人 正是这个看似没有人脉的娇妻迪波拉 最终却成了问题解决的核心 迪波拉想起自己曾经在一个舞会上 和谢贤所欠钱的赌场话 是任何红身有过一面之缘 虽然二人没有当场没那眼去 但都在记忆里给彼此留下了一个位置 看了看镜子里算得上是艳艳相将的自己 迪波拉虽以为人妻 但还是犹豫在三后盛装打扮 叹了口气连夜飞往了澳门 然后的事情 诸位观众老爷们也是猜也猜得见了 迪波拉在澳门顺利地见到了何红身 二人在一番密谈后 迪波拉又飞回了香港重归丈夫身边 这笔赌债则由何红身跟崩牙居 说了一句不要再继续追究后 14K破天荒地把赌债跟谢贤打了五折 谢贤长输一口气顺利地补上赌债 鲁玉问谢贤 听说你曾经抢了周润发的女朋友 而且还是她的初恋 谢贤超自信回答说 她哪里够资格 我当时那么红 她还是个新人 我叫她出来 只不过是想让她沾沾我的名气而已 为了提携后辈 我才找她 我当时就想 如果被她利用 我也心甘情愿 所以也经常给她买些东西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谢贤口中这个不够格的女人 就是让周润发一难评的妙千人 1976点 妙千人与周润发相识于电视剧《狂潮》 后来两人又再度合作了《倾城之恋》 也因为这部剧 两个出道不久的新人 彼此间擦出了爱的小伙妙 彼时的谢贤 刚刚与第一任妻子真振离婚 处于空窗机又多近的她 自然是不甘寂寞的 瞄准了香港小姐妙千人 为博美人一笑 谢贤豪至20万购入豪华邮轮 邀请美人一起出海 日常也是车接车送 好不体贴 度酒后 谢贤和妙千人乘双入队 路人皆知 和连发哥的心动 逼不过谢贤的超能力 只能就这么草草地结束了 多年后 周润发对这段感情依然恨以难凭 曾对外放话 声称自己追女人追不过谢贤 有意思的是 谢贤却在节目中 踢爆周润发比自己还风流 追过的女孩比自己还要多 说是说非 吃瓜群众也是无从考证了 只是大家都知道 妙千人不是谢贤终点 他从未停歇情场 兴风作浪的脚步 2015年 在四个小生剧旅行的发布会上 79岁的谢贤突然发表 怒善了81岁的曾江一耳光 嘴里还一直口吐芬芳 一旁83岁的胡锋赶忙拦住两人 有媒体这样解读 掌官事件是提前设计好的炒作桥段 毕竟两位老戏骨自带流量 用一巴掌换回几天的热搜霸榜 这笔照 怎么算都是稳赢的牌面 然而谢贤可不愿意配合这个剧本 时隔两年 二零一七点 谢贤亲口承认 掌官事件不是炒作 只是受不了增降的矫情 自己忍无可忍之下才动了手 暴脾气的谢贤还直言 在香港电影史上 从来没有人能够跟我这样讲话 他曾江是在侮辱我 果然是狮子王本王了 愿望 在拍摄真人秀花样仪时 曾江因行动不便早早坐上了轮椅 而且从头坐到尾 路上全靠其他几位爷爷照顾 后来进录音旁配音时 曾江又嫌弃谢贤的业务能力生疏 耽误了其他几位爷爷的休息时间 便开启了续导模式 本来录音就很烦了 曾江还在旁边念紧箍咒 但为了节目顺利完成 谢贤只能暂时诞下狮子座的小宇宙 忍到节目录制结束 本来事情已经过去了 可没成想不是冤家不拒头 两人在发布会上再次碰面 谢贤就在镜头前展开了暴力美学 本以为两人会老子不相往来 直到2021年4月 86岁的曾江生病住院 谢贤前去探望 看到昔日的老友如今缠绵于病他 疫情84的谢贤也没有了当年的暴脾气 主动的鞠躬致歉 两人兵释前贤 坊间传言 谢贤是听了某人的狠话才肯低头 可是你看谢贤连探病都不摘墨镜 坚持绝强到底啊 前不久 曾江离世 不知道谢贤肯不肯摘掉墨镜 为老乡时抹一把眼泪 久不見了 老乡时抹一把眼泪